本文要介绍的三国成余 佳平六年公元254年所牵涉到的人物有三个 一个是曹魏皇帝曹芳 一个是时任大将军的司马师 另外一个则是司马师的叔叔司马祖 先来看看原文 景王江费帝 前郭之入白太后 太后与帝对左 之位帝曰 大将军御废陛下 立鹏城王具 帝乃起去 太后不悦 之曰 太后有子不能交 金大将军亦已成 又乐兵于外以备非常 但当顺旨 将赴和言 太后曰 我遇见大将军 头有所说 之曰 何可见邪 但当处取喜寿 太后一折 乃遣望时欲取喜寿的作词 知初报景王 景王甚欢 又遣时者受亲王应寿 当初就西宫 帝寿不命 遂在王车 与太后别 垂涕 时 从太极殿南处 群臣送着数十人 太北司马 福贝不自赏 余多流涕 扯断文字的大意是这样 司马师打算废掉皇帝曹芳 另立新军 并派估之将此事通报太后 当时太后正对曹芳在一起 估之将司马师的打算说出后 曹芳起身变子 太后非常不高兴 不知告诉太后 司马使心意已决 军队就在宫门之外 不同意也不行 太后无奈 只得应允 此后 曹芳被人带走 几十位大臣前来送行 其中太为司马俗悲痛不已 痛哭流涕 难以自治 本文要说的成语 便是司马俗当时的表情 叫做悲不自上 意味极度悲伤 难以自治 不过 这个成语并非首见于三国志 而是出自汉纪平地纪中的太后因 曹芸而言 左右莫不垂记 顺百万不自上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自高平陵事件之后 司马是已经控制了曹魏帝国 曹氏变成了傀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司马懿的暗中部署 曹爽的无能之外 皇帝曹芳和太后的态度也非常关键 他对司马懿的做法是支持的 故此 司马懿在掌权后 对曹芳及太后都非常尊重 不过 这种短暂的合作去因曹魏家平 六年公元254年的一场 未遂政变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此时司马仕的代表人物 已经变成了司马懿的长子司马仕 他的专权引起中书令李峰及曹芳的岳父 光禄大夫张基等朝臣的强烈不满 密谋出调司马仕 这一计划也得到了曹芳的同意 曹芳因此还专门写下了罢处司马仕的诏书 但结果事情外露 李峰等人被杀 司马仕也因此决定废掉曹芳另立傀儡为帝 不过虽然曹氏已经沦为傀儡 但仍有不少大臣忠于曹氏 像司马懿的弟弟 司马仕的叔叔司马仕就是其中的一例 曹芳被废 他与几十位大臣为曹芳送行 以此表达对曹氏的忠义之心 这也让司马仕心存忌惮 夺权篡位的图谋也被迫推辞 此后又经过了十余年的准备 司马仕才终于推翻曹芳帝国建立西景 参考书籍 三国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曹芳帝国建立西景